我們來看 連勝文說他是反對初選的 可是通常反對初選 我們都會理解說 那是不是比較是挺猴 因為你徵召方式猴 比較好出場對不對 可是他後面又說 應該是要贏郭台銘回 國民黨這條船 所以我有一點不知道說 他到底是哪一掛的 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總召真民中他講說 總統大選不要辦黨內初選 但是接著我們看台中掛的 這兩個一個是李中 一個是黃家田 他們是李中講的比較白 他說就應該要初選 而且越早越好 不能夠只有侯郭朱 羅秀燕也很好 那這個黃家田議員 他是說應該是要初選 然後也不要拖拖拉拉的 趕快產生人選 一人一把號各唱各的調 有的時候有人拉二胡 有人吹薩克斯風 你覺得這完全是不搭嘎的 你會怎麼樣來看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如果又回到 那個宮廷政治 就是說都不要初選 都來協調 都問關起來 關起來討論 然後答案在這裡 這次選舉國民黨一定要輸 不要忘記民進黨也發生過這種事 就是說沒有要初選 直接徵召 直接指定 到最後選民 因為沒有檢驗過那個初選過程中 檢驗過那個候選人 到最後你自己出來選的時候 全部圍上去的時候 你都會來不及 我請教 你覺得像是李中廷 盧秀燕是什麼樣的狀況 是真心的還是說是一個暗狀還是什麼 那個是刷存在感 我們台中有以前李中陽正宗 這時候就刷存在感 那個會聽聽的 因為盧秀燕也想要有一點聲量 有一點聲量 因為大家都忘了 他是中霸天 國民黨八線市 中部霸線市的盟主 連垃圾都不幫南投處理的那個盟主 他也想要刷一個存在感 那這一次我們看連勝文的說法 連勝文說不要初選 初選不好 最好把郭台銘也拉回來 什麼意思 就是他希望支持郭台銘 那他不講講說 不要初選的那個邏輯是這樣 就是現在如果跑進去初選 現在做民調 誰會第一名 當然是侯友宜 所以連勝文的態度非常清楚 他希望用宮廷政治 用密室政治 因為他們連加過去的訓練 就是國民黨的大佬 來協調這些事情 不要把這個事情 給台面話 然後讓這個事情 大家用喬 問題是現在國民黨 誰要找上喬 朱立倫講的話 侯友宜不會聽 郭台銘也不會理他 所以現在說 大佬坐來 大家接會喬 問題是 我們一位是什麼人 沒有人可以代表誰 所以國民黨現在要脫困 最好的方法 就是朱立倫 你就公布一個初選辦法 大家來登記 然後時間到就做民調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弄 民進黨初選辦法照你操 我們三月你該四月 幾月這幾號都一樣 你就照不走 只有一個人登記就直接提名 如果有兩個人登記 就開始進入協調 協調完之後就進入初選 然後做民調 然後公布答案 民進黨就 這個下禮拜就啟動了 最快三月二十幾號就知道 最慢四月中就知道 照你操 你就現在公布 然後四月讓你們去登記 如果國民黨不走這條路 你要記住 國民黨如果不走這條路 到最後大家心裡頭 心裡頭都有芥蒂 大家彼此防著彼此 然後台灣感覺對方沒聘 對方沒水準 對方用看白的 就要搞不好 為什麼我不能參加初選 郭台銘也會覺得說 你跟我一名我來參加初選 然後朱立倫也想參加初選 那盧秀燕台中這一群人會說 那為什麼不把盧秀燕放進去 這一群人講了這些話之後 如果沒有放進去 那台中這群人心裡會舒服嗎 大家做出來之後 分手假民調假 假就自己退出 所以這一個邏輯 奉勸國民黨最後都要回到初選 只要會怕初選的政黨 到最後在選舉的時候 注定都會失敗 來 委員補充 其實現在本來剛選完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是朱立倫去找林明貞 出來的錯 因為你要叫侯友宜去講林明貞 哪裡好 也稍微有點強人所難 他豪宅也講不清楚 政策跳票的事情 去中國幾次垃圾也講錯 所以你要叫每一個人去 講萬安你看去沒有東西講 也只好講錯 每一個人都沒有東西講 一定是那個人有問題 那個人是誰找的 朱立倫找的 所以剛選完大家都罵朱立倫 現在誰最不希望大家 趕快去罵侯友宜 當然是朱立倫 所以說我覺得 而且繼續拖到最後 就是跟他一川雄講的 那都沒一個辦法 像現在體 這個身體最最用 都不去紅玫瑰 跟朱立倫 所以我覺得他裡面 真的是在玩他們自己人 一些宮廷的把戲 委員 我再補充一個部分 因為你剛剛有講說 裴惠有找你輔選 你是沒董的 民進董的 我找到自己老朋友 傳一個訊來 賴來 馬上就一定要幫忙的 我是說有沒有 其實是背地裡 民進黨其實整合 然後包括 我也不會去分說 到底你什麼動什麼動 我們就是一世都是戰友 對 黃節也有去 所以其實當然就是 他不會去想這些 就是要選贏 大家也不會去算說 你選贏了以後 我可不可以分一杯跟 或是因為你選贏 大家都會說是因為我 都是因為他 沒有 就是 大家只要認同這一個方向 大家就趕快去 那而且我剛剛就講回來 培惠 培惠要講他的好很好講 你如果林明珍 剛好 結果民進黨 如果煞一個林明珍出來 說要 Freddy 你也來把林明珍 騎台 我是要說什麼 你每個人都拼了 我是要說什麼 所以朱立倫 他自己其實要承擔很大 但他當然現在希望大家 敢去罵侯友誼 因為你剛剛講的 我覺得像是禁言 或是國民黨 維援等等 那些人每次坐進來 想說完了林明珍的事情 我又不知道 我到底要怎麼幫他說 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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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講 其實因為九合一選舉當中 你看到這個首都 其他的這個市長 也都是洗牌了 那我們要來看 你當選縣市首長之後 其實就是承擔的開始 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高鴻安3月1號的時候 他開了一場記者會 那我想說 是不是先請教議員 那個狀況 等一下再請民警大哥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球場如果這樣子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那我們看 高鴻安 他坐在這裡 那天很慎重的 開了一場記者會 那之前也有去 就是現場場刊 場刊的時候發現 這個是草地 沒有錯 就是在球場裡面的一角 對不對 那有草地 草地上面 這個一點一點 這不是雞蛋 這個是香菇 這個是香菇 然後他就說 有弊案 那什麼排水工程的預算 怎麼被挪用等等 怎麼刪除了 這個部分 那我請教你 你的了解是什麼 高鴻安講的是事實嗎 是 其實高鴻安 在那一天的記者會 他想要強調的一個重點 就是 他覺得 這個排水工程的預算 被刪除 然後 再配合了 這個議會的會刊 發現這裡面有香菇 然後想要去營造出 這兩件事情 好像有一個因果關係的 的效果 那其實包含我 以及那個 剛剛那個貴雅姐提到的 這個楊麗寅議員 我們都有在這個 臉書上面去說明說 排水工程 其實不是沒有做 因為其實就在那一天的 那個會刊裡面 我就有跟那個 公務處長來去詢問 因為剛好 那個記者會 就是開在我們議會會刊的 前一個早 就是當天那個早上 我們是下午進去會刊 所以我就也當場問 公務處長說 公務處長那一天也在 早上也在跟市長開記者會 那我也跟他瞭解就是說 那我們究竟是有沒有做 這個排水的設施 那公務處長 他當場回應我的呢 是說在市政府的公務處的相關的 這個孤驗的一個流程當中 有去孤驗到廠商 其實是有做這個排水設施的 那相關的這些廠商 私做的排水設施 也都有相關的這個紀錄 包含照片在內的 都有流存在市政府 那問題來了 他不是講說 這個排水預算是不是被刪除 或者是挪用 那如果沒有這筆錢 我廠商我幹嘛做功德給你 對不對 我沒有領到錢 然後說我有做這個排水設施 這個就不合理了吧 是 所以天下沒有一個佛心的廠商 會無償幫新竹市政府 來做排水設施 那我們從這個梁寧寧議員 他在臉書上面 他有提供了這些 其實這些就是當時 留存在市政府公務處的 這個相關排水設施的 一個私做的這個照片的紀錄 那為什麼高雲安會說 高雲安會說那個 排水的這個經費找不到呢 那是因為相關的這些設施 他的預算都是分別 編列在各個球場 不同結構的這個細項裡面 譬如說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草皮的各個的土層 包含草皮 青沙土 劈網 跟這個碎石的集配 這個就是球場的排水設施之一 但是他在預算書裡面 不會叫做球場排水設施 他會是一個球場的 可能是球場的 這個場內的一個工程 包含草皮跟紅土下面 都會是有這樣子的 分層的一個措施 這樣子 好 來 這個我補充一下 各位看的時候 要看關鍵是這一根池 這一根池就量說 這個幾公分 幾公分 幾公分 那這個就是我們做 集配排水設計 這個每一個顆粒大小都不一樣 在土木上叫做集配 這個集配的配比跟它的厚度 就會影響這個水排下去 這個整個就是排水的設計 而不是說我的工程的 這個錢的裡頭 有一個叫做排水工程 不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有一個排水的設計 那剛剛講那個孤驗就說 我做都做 每做一段期間 就要有人去驗 因為都說 我沒有跟你們全部都做完 才去驗 所以我開始做 是孤寂的孤 去孤驗完之後 說這有做了 這有做了以後 一定程度就是付款 所以這一根池很重要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做 你這根池 對 那這個原來都有設計的圖 那監工的單位 就是看說 你當時跟我講 紅土要5公分 那現在是幾公分 這張圖就能夠證明說 這裡有沒有去做排水設計 而且有沒有在工程上 已經把這個排水做進去了 來我請教民警大哥 所以呢 高鴻安慎重其事的開市場 記者會 不然這是掌香菇的弊案 那我請教你 你這個專業求評的部分 你怎麼樣來看 其實我們台灣 經常把不一樣的東西 很喜歡把它連結在一起 就是沒做好 出問題跟有弊案 其實這是三件不一樣的事情 一個球場做得很漂亮 也可能有弊案 不是說做得很 很好就沒有弊案 如果有裡面有一些缺失 沒有做好 也可能他是沒有弊案 他是先天上 或者是中間程序 出了哪些問題 他不是個弊案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分清楚 那像剛才講的 這個排水系統 我們一般上 在建球場的時候 他在原始的設計圖 他有一個叫主體建築 一個叫基電 一個就是球場 那他是這樣子分類 他不會說所分成 有一個叫做排水設施 因為你的主體 也有排水設施 譬如說你的下水溝 你的下水道 那是另外的排水設施 但是球場的排水設施 它是會跟著你的球場的設計在一起 它下面的集配 它有規定15公分 30公分 然後立石層 砂石層 然後P1層 哪一個層 它每個有一個厚度 那主要說你如果有弊岸 是你的厚度不夠 或者裡面你掺了一些其他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沒有把它挖出來看 其實講白話 台灣這麼多的球場 你沒有挖開來看 其實你是不知道 它到底有沒有弊岸 我們有時候可能發現說 這裡排水有問題 或者是哪裡砂石有問題 可是我們都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的疏失 但是到底有沒有弊岸 其實你沒有挖開來是不知道的 那剛才講到長香菇這一件事情 其實跟排水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香菇最主要是什麼 香菇它就是會長 天然的草皮 你這邊放了一片泥土 放兩年都不要去動它 它就長香菇了 以前我們去會看 竹北的人工草皮球場 人工草皮 又不是天然草皮 它有紅火椅窩 還長香菇 連人工的都會 何況是天然的 所以新竹希望長香菇 這件事情最主要是 因為去年 大家開始炒這個球場的建設 到現在都沒有人用 那沒有人用 天然的地方一定會長雜草 一定會長蟲 一定會長香菇 除非你說市府 我就是動不動就去維護 這是維護的問題 不是本身設計的問題 今天不管你排水再好 或者排水再差 你放一堆泥土在哪裡 半年沒有人用 它一定長香菇 只是長了多少 能不能吃而已 好不好吃而已 吃了會不會暈暈的 我有一個採訪經驗 我去採訪資深的音樂製作人 他家住在北投 然後他說因為他長期都去對岸了 所以很少回來 他家裡打開之後 他的衣櫃長香菇 那個是因為你的濕度太潮濕 那你要說這個是衣櫃的必案嗎 不可能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有在打高爾夫球的人就知道 高爾夫球打出去以後 要去找那顆球 那因為你看白色的就跑去那裡 結果跑到那裡說原來是香菇 原來的球不是那一顆 就連高爾夫球場這種大家會走來走去 踏來踏去的他還是有可能在地上就冒出這種 菌骨那個都不能吃 就是他有些還是有毒的 所以這一種是因為高爾夫球場 你們這個球場就圍起來了 就沒有人家再去運動 沒有人家在裡面吞的時候 當然這時候就開始雜草就出來 就開始生股 這種東西就出現了 我補充一下這是哪裡 這桃園以前Lamingo的 這桃園球場 誰蓋的朱立倫蓋的 只要稍微下雨你看 汪洋成海 很多洋將 每次在下雨停賽的時候 乾脆去那裡滑壘 娛樂大家 我相信我們球評常常撥爆這樣的畫面 但是為什麼高爾夫這麼做 我們說36季走為上策 高爾夫是36季脫為上策 什麼意思 如果這個球場真的有這麼多弊案的話 12億的工程 你把所有資料交給檢察官 罪證確証 或是你說這下面根本是廢土 你根本就來開挖 但是他知道事情根本沒那麼嚴重 而且高爾夫一定不是球迷 沒有看到這種畫面 根本要說長香菇 所以我要說這翁達衛的臉書說 我們首先陳時分教授 老實講 有些東西我都不知道他幹嘛 他只是列舉說 球場淹水是很正常的 所以各個球場買這些加息 你看這個吸水的 這有點像刮刀的 然後有點像是大拖把的 還有這個打洞的是把水給排出來的 還有像大滾輪的 其實就算是美國一級的 這一種不是室內球場 不是巨蛋的 只要是戶外球場下大雨 除了帆布把他蓋起來之外 如果要重新複賽的話 還是需要這些加息 來委員 對 我是想要稍微補充一下 當然我們不知道說新竹裡面 針對球場管理的規則是什麼 但是如果說從去年到現在 他都完全不能外界不能用的話 因為一般這些公共工程 公共空間 他會有一個自常 就是說我有照射機 我就有收集 有收集我就可以來整理 如果他一直是一個閒置的狀況 市府就是全部都是賠錢在維護他 所以他會指到一個 最基本的一種維護 這一般來講 我們自己的街坊鄰居 你家旁邊如果有閒置空地 有公共的閒置空地 為什麼他常常是雜草 到了快要颱風的時候 才會開始有人進去把它整理 平常就在那邊生過 還是被人家丟垃圾 還是那個雜草重生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沒有收入 所以他要怎麼去用收入來編列 維護他 他只能用市府的最基本的 我盡量讓他不要 造成街坊鄰居的麻煩 所以那個地方如果長期都不會有收入 被高宏安用這樣的拖 剛才我們那個余莎老師說 他一直拖下去的結果就是 他那裡就會越來越慘 你不只會生過 剛剛講的什麼風潮 搞不好有潮什麼髒很長 紅火椅什麼都來了 對 都會跑來 因為市府也沒有必要花大錢 去把它維持成 每個禮拜都可以打球的樣子 因為沒有人家來打球 所以我幹嘛每個禮拜 去幫他做得漂漂亮亮的那個 所以越沒有收入 他其實只會越 但是那個不叫做弊案 就是剛剛其實民警聰也有講 他不是弊案 他就是新竹市 因為也沒什麼收入 所以也不可能一直 也沒有人要來打 所以我只能做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維持 來說不是弊案 其實我們還有細節可以看 來 議員要補充 是 那我接著民警大哥的話 繼續往下說 那我也有在會刊的當場 來跟公務處長來確認 我們究竟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沒有好好在維護這個草皮的 那其實在去年的 這個市府交接之前 那前市府也都是一直持續的 在進行這個球場改善的工作 那在進行這個球場改善小組的工作 這個當下 其實草皮還是有在一個 好好維護的狀態的 所以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大聯盟的產物 來我們新竹棒球場看的時候 庫科那個時候來看 難道有看到香菇嗎 沒有看到香菇 那一天來看 看完 還誇說很棒 對啊 高鴻安他自己的臉書 很有潛力的球場 只有說新竹球場有機會 邁向國際 其實那個當下 大家都是很樂見 我們新竹棒球場在整修之後 因為這承載了很多 我們新竹人的小時候看球 甚至在裡面打球的記憶 如果他真的能夠作為 這個大聯盟垃圾賽場地的話 那當然是非常好 但是沒想到在高鴻安上任之後 就相關的這個改善的工作 就是處於一個暫停的狀態 那跟這個魏全龍的這個委外經營的合約 也是處於一個暫停經營的一個狀態 所以他才會處於一個相對不好的草皮狀況之下 最後長出 變成三不管地帶沒人差 對 那在會開的那個當下 我們也有跟這個廠商來去確認說 像現在這個排水可能相對不好的情況 該怎麼樣來改善 其實廠商他是有提出相對應的改善的方案 他是提出像是這個洲際棒球場現在的做法 他未來想要在這個球場的這個 外野的草皮下面去多挖幾條島溝 讓這個水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引到 他這個底部的這個落水頭 那因為新竹棒球場跟其他棒球場 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球場的正下方 他是有這個停車場的一個結構的 也就是說球場的下面是這個停車場的屋頂 那他在先天的這個條件上面 本來就會比其他的球場 在排水的條件上更加的嚴苛 所以廠商也有提出了這個 想要去改進的一個方案 不過廠商是說 因為這個高安上任之後 又成立了一個新的這個 所謂棒球場體檢小組的這個組織 那目前這個組織 還沒有同意這個廠商 朝這樣的一個方向來改進 所以球場才會整個被擺在那邊 變成現在長香菇的樣子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三天兩頭 就是針對球場呢 我覺得就是可能大家明眼人 應該都看得出來 就是在這個球場的記者會之前 高安他進行了一個這個 我們所謂新竹市學區檢討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學區檢討呢 其實也是這個高安他在選舉前的時候 一直大肆宣傳的一個很重要的 他自己一直主張的一個政策 那因為我們新竹市這邊比較 意思就是說他學區重劃跳票 所以他要找一個別的焦點來做 因為那個當下他沒有辦法給予一個具體承諾說 他學區想要怎麼樣來改 所以在那個當下整個參加這個 大家炮聲融融 但怎麼跟我期待的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隔天就出現了這個記者會 那學區的部分廊東來做 對 因為這兩年 因為全球這個都封城 然後我們的科技業其實是非常高速的成長的 然後所以在新竹竹科這邊 當然是有非常多的這個人收是不錯 那也就是說他們最關心的 就是他們下一代這個收入的 下一代學區的這個問題 因此說高安在2月28號的時候 他就開了一場學區劃分第一場的一個工廳會 然後工廳會裡面他講什麼呢 說到學區重劃要考量多方意見 大概要很難在一兩年內完成 那你這樣聽一聽好像蠻合理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程 可是他選前不是這樣講 因為他去年8月的時候 高安提六大入學政見 批沈惠鴻執政消極 簡單的講 沈惠鴻認為是說要多蓋學校 這是一個最自根自本自道 國小國中多蓋一點 高安在去年選前這個時候 一直在批說你要蓋太慢啊 沒有用 所以高安就覺得說 他科技人有一個辦法是怎麼樣呢 就是用學區劃分的方式 他會說他限定只有周邊住戶的孩子 能夠就讀 但是這個劃分方式很多家長無法接受 所以作罷 也就是說劃分方式 弄不出來的一個結果 就非常多的這個民怨 因為他有一些這個群組 什麼官埔空橋的這個群組 還有一些什麼學區劃分的群組 裡面都是挺高雄安的 也就是他的一個樁腳 藉由一些年輕的這些媽媽 但其實裡面有沒有混進去網軍 這個也不知道 反正就在那邊去幫高雄安去炒作紳士 可是現在慢慢尷尬的事情來了 就是說原本說了公橋 結果寬度根本就不夠 然後原本希望6到9公尺 結果最後只有4公尺 然後學區的部分的事情 又沒有辦法解決 於是根本巧 2月28號就出包 3月1號就開了一個球場 重大缺失的記者會 開始講說他這球場有什麼問題 就轉移焦點 也就是高雄安就學到柯文哲那一招 反正他什麼事情跳票做不到的事情 他就說你原本的這個錢草 我要做得更差 然後挑一些 根本就是一些雞毛蒜皮的這個事情來講 例如說我在補用一下香菇這事情 我就查一查 台北市河濱公園那邊 2月在2021年9月就長了香菇對不對 也就是長香菇 這事情屬於你沒有定期去殺那個殺菌劑 香菇就是會長出來 大概兩個月之內就有機會長 那兩個月前的市長是誰 還是高雄安 就是因為你跟廠商 沒有去續約的關係 他就沒有去那邊去除草 去去撒那個殺菌劑 香菇就長了 這件事情怎麼又回到 這個林志堅身上 基隆監運重不重要 我們先來看畫面 基隆監運 他其實通過的是第一階段的環評 那後續要做 還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他就講了 我們分攤的費用 怎麼從原本的十七點七億 增加到五十三點八六億 增加大概三倍左右 他說我們基隆市政府的負擔 太大了 但是你仔細去看完整的 整筆的費用當中 其實基隆市政府大概分攤的金額 大概是八趴左右 八趴左右 他卻說負擔不來 合理嗎 我們先一起來看 市府轉運站排隊人龍 看不到鏡頭 基隆人盼望好久的捷運 才剛通過第一階段環評 但市府分攤費用 從原本的十七點七億元 增加到五十三點八六億 讓市長謝國良爆氣 叫我們把這個五十三點八五億 全部都讓基隆負擔 全部都讓基隆吞下去 那真的可以說是難都難用 謝國良放話 基隆恐怕陷入財政黑暗期 但才剛卸任基隆市長的 內政部長林佑昌 認為分攤提高並非不合理 在我的任內 把基隆市的負債 從一百二十四億 到卸任之前 減債降為六十七億 目前基隆市的一個財政的狀況比 我剛上任之前 已經好得非常非常多 基隆市的財政負擔能力改善 中央補助相對減少 交通鋪鐵道局說明 機械經費從四百二十五億元 增加到六百九十七億元 主因是物價上漲 跟營建指數提高 加上部分路段 沒有和台鐵共用軌道 得花十八點三億 向民眾徵收土地 向我們表王國才建議 基隆市政府可以進行 沿線土地開發來增加收入 基隆捷運誰該出多少錢 問題一天沒解決 通行族期盼的捷運 何時上路還是未直數 謝國良就怕 基隆捷運要增加 這個費用 門都沒有 講得非常的霸氣 可是問題是基隆 需不需要捷運 應該是需要的 那再來看一個部分 這個是選前的時候 二零二二的十一月八號 謝國良說什麼呢 我們這個交通建設 首都圈配合執行 那像是一些交通措施 共同承擔的意思就是 你要負擔我也要負擔 怎麼現在說門都沒有 益川哥怎麼看 我們各縣市政府去跟交通部 申請這個捷運補助的時候 交通部是有一張大表 台北市出百分比多少 桃園市什麼什麼 基隆市 為什麼按照各縣市的財政狀況 會有一個不同的比例 這個比例都是公告周知的 所以我用這張表跟各位解釋 譬如說我們講這個 高雄的捷運黃線 現在是在蓋這個捷運黃線 中央補助高雄市是57.8% 這個桃園的捷運綠線 中央補助是40.4% 鄧文娜你是在很笨你知道嗎 當個桃園市長 中央只給40.4% 其他都統治政府的 桃園市為了這個建設 桃園市就自己吞了嘛 好接下來台中捷運的綠線 中央補助67.57% 好這個數字就代表他中央補助一半多 一點點這個上下的這一個數字 基隆的這個案子是這樣 當時這條捷運並沒有基隆 這條捷運就是從這個汐止 然後要不要到內湖到南港 這樣的一個過程 後來基隆因為想要把捷運拉進去基隆 所以就變成了新北 基隆市跟台北市 大家都要來分擔費用 這個分擔的比例 當時在交通部審查的時候 大家都要承諾的 就是說我基隆有錢 你身材有錢 台北有錢 大家把這個收集調調好 這個過程中還發生過 柯文哲 柯文哲說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去基隆 我們顧我們這塊就好 所以基隆的錢 招我們不管 然後侯友宜說 對對對 我們只是要把我們戲子連進來而已 所以我們只出我們那一段 戲子那一段的 基隆的你們自己處理 後來就協調了一個 這一個百分比 就中央出了百分之七十三點七 這樣子很好 出非常的多 因為要讓這個事情沉 就這一條是北北基 三個城市 很重要的一個捷運 就基隆人以後就可以做到戲子 然後從進到南港 另外一條就進到這一個內湖 這樣的一個邏輯 結果呢 現在這個案子都已經通過 第一階段環評 但是基隆都說好 連侯友宜就甘願出了 台北市這以前柯文哲也甘願出了 講話也甘願出了 什麼哥哥羅市長 你跳出來說沒話 你當時選舉你就三件事情 第一送哥哥羅 第二就什麼 那個什麼染疫幾萬塊 第三就是說什麼要捷運 三條都在說 當時很多人提醒你 說基隆錢沒那麼好 你如果說那麼多 說那麼多你都做不夠 現在不是那個什麼染疫的錢變少了嗎 然後哥哥羅 錢沒有變少 但是人數變少了 本來是17萬變3000多了 對 然後哥哥羅也改了嘛 改了什麼條件嘛 什麼什麼一道燈 他說同等級電動車 現在還跑出來說 基隆我們沒有要出那麼多 你拌均勾都要說 就大家說好的事情 大家說三個城市都講 包括交通部 四腳大家都說好的 叫你拌均勾 你說我沒有要出那麼多 沒有要出那麼多 不然基隆不要去好嗎 就不要蓋啊 就是新北台北這樣幹 然後交通部新北台北 那個你回去跟你們的基隆市說 記止過後就不管了 對啊 大家說好的事情 中央也到處 中央出多少 中央出七十三點七% 整體的經費下來 基隆你就是總共整個經費 你大概出八% 你說我八%沒錢 八%沒錢 高通部也跟你說 因為你沿線會經過基隆河谷 基隆河谷有幾個倉儲的園區 有幾個進到基隆市區的 這個邊邊啊 是有很多的這個園區 是可以讓你開發 可以做區段徵收 整體開發 做成車站專區 做成商業區 這些土地 這些樓地板 都可以聚集人流 聚集這個居住 然後這個商業 這個時候 你把這些樓地板面積 在部分的把它賣掉 你就有錢來付 這一個經費 這全台灣每一個管制都知道 你若不批 你若不批你去問別人 就大家透過這個土地的聯合開發 收來的錢 樓地板面積 跟民間投資業者收來的錢 就可以來挹注 你基隆市應該出的經費 這個是常識 這個是常識 謝國良你都不懂 你就說你 我基隆市場 我哪有50 這50幾億也沒有要叫你 一年拿出來 這一個人去的時候 八年十年 一年就多五億元 你滾滾滾 你這樣有什麼意義嗎 所以我說 謝國良你不批沒關係 你問你問你媽的 問你媽的 現在你可以問這個侯友宜也可以 問講話 講話跟吳伯 你不要問他 你問侯友宜 侯友宜會跟你說 說這個要怎麼批 要怎麼分擔 這很簡單的 名其他人 你如果現在早在伯伯求 你如果無到新北京台北 說不然你嫁人不要去 因為我要去 我們沒有 而且他好剛剛是在末端 如果基隆被排除掉之後 損失的是基隆 去到失蹟就好了 後面五多八多 照樣都不用去 對大家來說 這個案子就會趕快成行 所以這件事情 這個謝國良 你不要再讓香港 那種小朋友鬧脾氣 說你要買這個東西給我 你要買好一點的 然後我不想出錢 爸爸你通常都買我出 不可能 因為中央放你出全部的錢 以後各個縣市 大家都要去捷運 連台東華人都要去捷運 然後叫中央全部出錢 不可能 大家那個規定定得實實的 百分之多少都定好了 大家照聘照鏡 不可能不必要 我先讓靖妍來回應 因為這種預算的東西 它其實環環相扣 而且我們要找出這樣子的資料之後 一筆之下 感覺謝國良有點無理取鬧 當然第一個基隆捷運要蓋 這個是基隆人很長期呼籲的 因為我們繫紙就跟基隆很近 那其實基隆捷運要是蓋下去 因為第一 他中間有經過繫紙 行政院核定了 然後包含說對繫紙甚至瑞芳 整個要轉成都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今天我看這個基隆市議會的議長 同志偉他也出來講 他說其實這個真的是基隆 這二十多年以來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專顧的好機會 那希望說無論是市府還是中央 他也會講說他也會進去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的議長是民進黨 他也說他會盡量去協調這件事情 希望可以把它推成 那當然我們知道 因為基隆他是省暇市 所以他的財政負擔一定是滿大的 那我去找了一下 其實今天我覺得謝國良市長 他出來講 他也有講到說 包含這個土地相關周邊的開發 這些紅利是不是說可以讓中央一起來統籌分配 主要是希望可以降低基隆他要自負的這樣子的財政負擔 因為當然我們知道基隆省暇市 他的財政負擔已經算是滿高的 如果加上捷運 捷運是中央級的龐大建設 如果再把它加上去 基隆有沒有辦法做得到呢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而造成整個工程的嚴重 因為我們知道基隆捷運 他不是只有走基隆而已 他這種新北市一路延伸過去 會經過汐止 然後才到基隆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我就回歸來 很理性就是說 當然謝國良市長 我覺得他可能是第一 他的情緒反應 他就是說 因為之前這個行政院秘書長黎孟燕 他到基隆去的時候 我記得是108年的時候 他有講他說 基隆捷運是非常重要的建設 然後他說中央會全部來負擔 當時秘書長是這樣子說的 所以今天站在謝國良市長的立場 秘書長當初說要全部負擔 怎麼好像有一種感覺 好像這個選舉過了 突然變國民黨執政 好像結果就變成要國民黨自己負擔 難免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像我們看到桃園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是非常重要的建設 那個時候就是由中央來全部負擔 那你說基隆 你說基隆好像距離台南 不是啊 因為我們剛剛有對比嘛 高雄的台中的桃園 機場捷運是機場捷運 因為機場捷運可能會有其他人轉成到 假設我從我台南人 然後我做到了桃園高鐵 然後我再轉成 會變成說 它是一個比較全國性的 所以機場捷運 它有特殊的一個制度 機場捷運當時是鐵道局蓋的 就是為了聯絡桃園機場 跟這個台北火車站 去蓋了這一條捷運 這一條捷運理論上 也不一定是桃園市政府經營 他理論上 他就是一條中央級的捷運 只是當時桃園市政府說 因為他大部分都在我的轄內 有部分在新北 有部分在台北 可不可以讓我的桃園捷運公司來經營 這一條 現在這一條桃園捷運 是誰的 還是中央的 現在是桃園市政府的桃園捷運公司 在經營這一條 那整個的產權 都還在交通部鐵道局 所以這件事情 交通部鐵道局 東西是他的 全部都他出錢 這都是很合理的 可是接下來蓋了桃園 基隆的捷運 我覺得錢敲不賣就對了 就三個市長加交通部 大家再來協調 可是你要照原來大家講好的 那個百分比去分 因為你這個規則只要一打破 只要一打破 接下來譬如說什麼嘉義縣市 台南市要蓋捷運 台南市就說 這樣我也買了 中央全額負擔 對 那這個時候 就大家都沒辦法討論 沒辦法討論下去 你讓交通部也很難做事 來 委員是不是要補充 對 我是覺得說 真的謝國良市長 可能真的要搞清楚 因為公共建設 你爭取中央的補助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個道理裡面 就包括他都要遺傳胸共 你自己有沒有 這個土地開發的收入 你的市場 未來你賣這個車票的時候 你的市場是怎麼樣 然後以及 當然你跟其他縣市 跨縣市的那個比例 有多少在你這邊 有多少在別人那邊 最後才會講 那個絕對不是話 爬出來 現在有一個百分比 並不是這個台北市長 新北市長 然後當初的基隆市長 然後再加上中央 大家在那裡比誰窮 較豐益的多出一些 較沒錢的少出一些 現在換謝國良會說 我現在比以前還要沒有錢 所以我以前已經很沒錢 但因為更沒錢了 所以現在全部都你們出 這個不是用這樣 這樣子就沒有一個道理 所有的公共建設 完全都會沒有沒有 都變成沒有道理 你以前也做過立委 你一定也有替基隆 政出地方的建設過 我們在爭取中央中正萬華的建設的時候 這些都很清楚 我就想不想你如果不要 這個是白紙黑字 你地方哪些東西可以自償 哪些東西有收入以後 再來算這個成本 最後中央會說 按照規則來講 這樣的話你就是幾% 因為還有別的縣市 所以別的縣市 他們算起來大概幾% 大家整體都算出來以後 就有一個整體的樣子 以後就清清楚楚 當然未來有可能會變多錢 沒有錯 但是你那個基礎 剛才翊川兄弟說 這個算出來基礎 不能不會變 這個絕對不是說 誰在那裡喊 我現在突然變得更沒錢 所以都你們出好了 我就想不想會變成這樣 我再舉一個 就台中的捷運 各位記得去年中俄補選 不是講到很多的贊嗎 現在答案終於揭曉 第一個就鄭英站 本來這站大家都不賣了 大家現在都知道 鄭英站的出入口 各位看這張圖 出入口B 這裡 出入口B 我現在用紅色框起來的土地 就是原家的土地 這樣有厲害嗎 出入口只有兩個 一個A 一個B B走出來 又是原家的土地 鄭英站 答案揭曉 這都取政府的土 這不是我的土 第二 沙路火車站 沙路火車站往北宜 各位記得嗎 往北宜出來的出入口B 一樣是出入口B 出入口B走出來 就是一個路澤營造 原家的建案 我看起來了 這裡頭有很多 原家的土地 答案揭曉 出入口B 謝國良 二姐 第三 金錢爆戰 當交通局長的時候 我們的出入口 就通往台中市政府 合理吧 處理靠近台中市政府 還有台中市政府的對面 結果 哇 他去給他揭曉一個站 叫出入口這個C C啊 這個紅色這個C 出入口走出來 黃色的這裡 就是金錢爆 現在要喝酒喝喝的坐捷運 還是要發行捷報卡 台中捷報卡 這些事情 會不會太瘋了 你就是這樣 為什麼市政府改歲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的出入口不是這個金錢爆 不是 他說他的出入口 就是這條紅色這裡 出入口在這裡 這走出來不是金錢爆嗎 對啊 他當然不可能出入口 有一個空車 走進去金錢爆的包廂吧 他是那個出入口 走出來門口是金錢爆 台中市政府是改歲說 我那個乘客走出來 不會走進金錢爆的包廂 因為人家的金錢爆 那門口都有管制 阿滴在管制的 你不能走進去 所以你還是走到一樓 然後過一個小巷子 過去做金錢爆啊 那你是要發行捷報卡嗎 捷運 台中捷運金錢爆捷報卡 我覺得像這樣的一個土地開發 後面我們會陸陸續續的檢視 不過謝國良 因為很多在這些車站 在基隆的這些土地開發利益 你可以跟你們的毒發局 大家討論地震局 討論一下 怎麼樣從這一些利益 回饋到回來 是你們的這一個 應該出的興建成本 好 我們進一步來看是有關於 美中台關係的這個部分 因為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在立法院在詢答的時候 就有被問到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但是他的答案也很妙 我們來看 在台美之間說我們在談一個 彈藥裝備庫存 原本可能是在東亞的 包括日本南韓 包括甚至是在菲律賓的這個部分 說他的彈藥庫存要放在台灣 然後就用這個問題去問國防部長 結果國防部長說 有正在談 那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涵呢 我們一起來看 解放軍東部戰區微博 秀出七十二集團軍演訓過程 不僅有戰車秀火力 無人機跟裝甲運兵車模擬叢林戰 還公布殲20戰機空中主觀視角畫面 對台威嚇意味濃厚 不過台灣不是沒有準備 美台雙方洽談台灣可能成為美國武器彈藥的存放地點 把他在東亞的這個軍備庫存放到台灣來 這也是在談當中 這也正在談 對 大概會哪一類的會是最多啊 實際上我要跟委員去做一個說明好 根據瞭解美方會放在台灣的武器 以兩國現役使用裝備為主 包括海馬斯多管火箭跟各式彈藥 標槍飛彈跟刺針飛彈 還有F16掛載的各式飛彈武器等 讓台灣可以在被封鎖國際援助困難時 能直接撥補 另外包括空中預警機 E2K相關零件 台灣沒有替代品 也可能增加存量在台灣 如今增加台灣據點 顯見美國心中 台灣戰略地位明顯提升 不僅藉助俄武戰爭經驗 更要嚇阻中國別輕舉妄兜 我先請教委員 因為委員你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我請教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議題我覺得好敏感 怎麼會在立法院的國會殿堂上面 詢達說我們正在洽談當中 那我們看到是有戰略專家就在講說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武器 那武器的部分 彈藥部分 我等一下再來補充 那我請教委員 你會怎麼樣來看 美軍在東亞的彈藥 考慮要放在台灣 其實我們看他的脈絡 美軍在東亞的這些彈藥 其實本來就有放在別的國家 菲律賓 韓國 日本都有 那現在當然這個正在洽談的 放來台灣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在某種層次 只是更證明了台灣現在已經是印太地區 印太區域安全裡面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而且關係檯面化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我知道當然有人就會刻意的又再去講說 現在又要把戰士引來台灣等等 沒有 這個已經這完全是機身彈 把那個機身彈跟誕生機的關係搞錯 就是因為這裡危險 要不然難道菲律賓放 難道把彈藥放菲律賓 把彈藥放韓國 把彈藥放日本 是把戰爭引到日本去 把戰爭引到韓國去 把戰爭引到菲律賓 不是 是因為印太地區 現在大家公認的最大危險的來源就是中國 他也不是只針對台灣 他在東海 他在南海 都有很多的這些軍事行動 在騷擾這些鄰國 所以怎麼樣 這一個印太區域裡面的各個國家 大家可以串聯起來 一起來防衛 一起來保護 印太地區的這個安全 那台灣過去因為一直不被檯面上 當成是可以直接來討論 這個包括官方之間 軍方之間直接討論的關係 所以以前都是放在檯面下 可是現在就是因為台灣太重要了 所以也不可能 包括我們台灣自己 對台灣的國際地位來講 最重要也是希望這些事情 可以檯面化 也就是保護台灣這件事情要很清楚 保護印太地區這件事情要很清楚 所以這當然對台灣來講 只是正常 關係正常化的參與國際的這些事物 最後我要再提醒一件事 這個就像是如果我們街頭行為 我們這條行為 經常都有人來這裡放會 我們就必須要多放一點消防的設備 在我們家裡面 如果我們這個行為經常有調查頭 我們就要多加強守護我們自己 我們鐵窗 還是我們怎麼樣能夠防盜系統 保全系統都在增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裝了保全系統 所以說我們要引小偷來 你不要搞錯 是因為小偷在這個巷子很多 所以我們要趕快加厲害一點的保全系統 不要被那些倒果為因的人 給模糊的焦點 好 來 紀文哥 補充請教是有關於這個軍事的部分 看到的是軍事專家蘇紫雲 他講說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東西 可能會存放 那他有提到的是包括空對空飛彈 反艦飛彈 火炮類的彈藥 像是榴彈炮 或是戰車主彈的 主的這個炮 炮藥彈等等這些可能都是選項 那因為你這個長期跑軍事 那我請教的是 你過去因為台美之間 在軍事部分都是蠻低調 對不對 那這次已經高調到 包括存放的彈藥 可能會有空對空飛彈 或者是反艦飛彈等等 你會怎麼看 貴雅 我們想一個問題 這個彈藥庫到底這個彈藥是給美軍用還是國軍用 我必須說當然是國軍用 為什麼呢 難道美軍要到台灣這邊來協防對付解放軍嗎 我認為這個是設計很嚴肅政治層面 但目前可行性的就是國軍可以把這彈藥庫裡面的彈藥 立刻派上用場 所以以這個前提來看 我們目前現役的制式裝備 或未來陸續進來的美制的這種新型武器 絕對是彈藥庫未來儲放的武器 比如說現役的我們有I-2改良型 I-3反導能力的防空飛彈 那我們知道解放軍這種飛彈很多 也因此在戰時的時候 以兩枚對付一枚或者三枚對付一枚 這個防空飛彈很快就會被消耗掉 也因此這種愛過者系列的防空飛彈 肯定是重中之重 那另外美國最近幾年陸續賣給我們像400枚魚叉 反艦飛彈 還有就是海馬式29套 這個多管火箭系統 搭配所謂的陸軍戰術打擊飛彈 射程300公里以上 這兩類武器肯定也是在裡面 尤其是我們非常清楚 像這個反艦飛彈 俄乌戰爭這個經驗證明 你有反艦飛彈 而且是機動部署 有良好的機動性和生存性 你戰的時候有良好的情資資源 你可以讓你周邊的海域 具備足夠的制海的能量 特別我們非常清楚 如果說兩岸發生戰爭 不管是初期或者中期或者後期 美國的情報資源一定是給國軍很大的注意 也因此像這種魚叉飛彈 或者美國情資供應給我們海馬斯 對於當面共軍的重點目標實施反擊 其實這些彈藥消耗很快 而且可以達到很好的效益 這些武器裝備肯定也是在裡面 另外還有一項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國軍目前沒有 但美軍未來可能提供 也就是空投式的這種高性能的先進水雷 比如這幾年美國空軍海軍 頻頻在西太平洋進行所謂Quick Strike 就是快打系列空投水雷 不管用B-52轟炸機或者戰轟機等等 不斷在西太平洋進行相關的演練 這一類主角式的海上主角武器 對於台海作戰環境的話 也是很好用的武器 因此像這一類的主角性的武器 那必定也是未來美國設在台灣的彈藥庫裡面 儲存的重要武器之一 此外像重要的零件 像F-16的零件 M1A2的零件 還有我們一些主戰裝備 車輛或者火炮 或者這種飛彈 整個系統的相關耗材或零件 那必定也是在儲存倉庫裡面 必備的一些品項 因為我們的思考裡面 會比較像是軍售 那軍售後面也有談到一個 是租借的 那現在包括彈藥庫的部分 宇昭老師 你覺得美國他們提前的盤算 超前部署是為了什麼 我覺得俄乌戰爭 給了美國跟西方國家 甚至台灣很大啟發 這個超前部署 代表是美國信任台灣 也就是我把我的彈藥武器 基本上放在你台灣的地方 所以除了信任台灣之外 就像唐作文所說的 這個台美關係 根本就已經朝向了 這個正常化的方向去走 是第一個很現實的地方 第二個很務實的地方 我也認為紀文哥說的對 第一時間當然是給國軍用 當然是如果在啟動戰爭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說 俄乌戰爭爆發的經驗 國軍可能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獲得源源不絕的這些補給 後勤 彈藥 武器 料件等等 所以說國軍使用 那麼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這就是提升了國軍的生存能力 跟有生的戰力 這第二點 第三個是什麼 其實話說到最後一步 也是給美軍使用 為什麼 白幫衛寫那個百年馬拉松 裡面寫了美國的兵棋推遠 其中有一部分讓我印象深刻 其實美軍的補給線是非常脆弱的 也就是說如果這樣開戰的話 老共也會想辦法 除了封鎖台灣之外 去切斷美國這漫長的補給線 因為從珍珠港或第二島鏈 要到第一島鏈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美國一直在用行動來證明 這個安全承諾的實際性跟實戰性 我覺得有些來臨的朋友 面對這些事實 我想不要再歪樓了 敵人不是美國 對台灣構成最主要威脅的 就像剛才常作人所說的 只有有配無患 準備好監視器 準備好相關的武器 是為了誰的威脅 中國的威脅 好 來 季文哥我們還看到另外一個訊息 是紐約時報它所報導的 美軍的陸戰隊第三濱海作戰團 最近移到了南加州 然後來進行一場是太平洋島鏈的作戰 時間長達10天的演習 在這個演習當中有什麼樣的訊息 我們知道第三濱海作戰團是美軍建置濱海作戰團的第一支 它未來要建設三支 這對美國軍陸戰隊來講是一個新的編裝 那它最重要的特點是人數較少 那包括它的這個編程人數大概1800到2000人 另外它的這個編組裡面包括濱海作戰隊 還有濱海防空營 還有戰鬥支援營等等 那最特別的是濱海作戰隊裡面 那除了步兵營外還有防空飛彈部隊 防空飛彈連 因此這樣的編組是首次讓美軍陸戰隊具備 制海反艦飛彈的能力 還有具備這個要點的防空能力 因此美軍自從編程以後 不斷地把它的濱海作戰船 拉到整個印太地區多個地方進行演練 這個演練是做什麼 來檢視這樣的單位 它實際在運作的時候 它的相關環節是否符合原先的設計 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 需要優化 和盟軍的盟國的配合 存在什麼方面的問題 和美軍自身現有陸戰隊的兵力 那編組他的成效怎麼樣 也因此這次10天的演習 不外乎檢驗這些地方 那另外我們還發現 美軍陸戰隊和日本自衛隊的 這個水陸機動團 那自從編程以後 它積極進行演訓 那包括拉到美國本土 包括在沖繩 包括在日本本土 進行不斷地演練 它就是要強化美日 在陸戰隊聯合作戰的時候 它的連戰的能力 當然這樣的運作 對於美軍陸戰隊來講 就時尚化的練兵 而練兵主要撤重的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日本的西南諸島 我們知道西南諸島 是日本一個敏感的神經 其中包括敏感的釣魚台 相關的問題 以此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自衛隊的演習 在西南諸島方向 它頻繁地進行演練 那美軍陸戰隊和日本的 陸上自衛隊的水陸機動團 就不斷地在這個地方進行演練 那主要是強化 兩軍的聯合作戰能力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瞄準南海 尤其是南海 這個中國在南沙群島 和西沙群島 那建有很多要塞化的島嶼 那美軍的濱海作戰團 其實就適合在南海這些 遠離中國本土的這些島嶼 中國控制的島嶼 進行一個作戰 達到以岸至海 以海至海相關的能力 也因此 它這個濱海作戰團 或相關陸戰隊的演練 必須要不斷進行實戰化演練 那優化它未來的戰力 當然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過去也發現 它在南海 菲律賓海 頻頻進行演練 其實它就是瞄準中國大陸而來 而它對於解放軍的整個威脅 和實質的這個威懾的能力 是非常具體的 我想相關的動作 其實中國也積極在觀察 美國的陸戰隊 包括濱海作戰團 它具備怎麼樣的實力 未來發展到什麼地步 那這也是中美兩國 在軍事博弈和較量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中國的部分我們要來看 只要講到葉問 你就會想到曾子丹 講到曾子丹你就會想到葉問 但是這個曾子丹 有意思的在這邊 他放棄了美國籍 然後很特別的是 他現在身分是 中國的全國政協委員 那我要請教朗東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在幫電影宣傳 他不好好宣傳電影 他反而是講了很多的政治語言 比方說香港反送中運動 我們都覺得其實是因為 他們的民主權已經被迫害了 可是他卻說 這個就是一個暴動 但我也滿好奇的是 對岸為什麼常常會找演藝人員下手 比方之前的成龍 到現在的這個曾子丹 把這一些人找來 變成我們的政治的樣板 是什麼樣的特殊用 對 中國很善良使用統戰 就是統合各種不同的一個部門 做統合性的一個作戰 那像這種演藝人員 對中國來講 他可以吸到一些 原本不關心政治的粉絲 像我原本十幾年前 也是很喜歡看曾子丹的電影 他其實拍最好的是 殺破狼跟這個導火線 他在裡面現代性的這個武打 表現相當傑出 那我必須要講 他現在說反送中 他是暴動 這是非常的這個失格 非常的這個墮落的這個言論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去年10月的時候 他的這個演藝公司 拍了這個片 什麼國慶大片 然後叫搜救 結果的話 兩億的這個人民幣 結果票房只有2000萬 就賠得很慘 於是他今年1月17號的時候 他就獲選為中國的這個政協委員 那我必須要講 像這種非常輕忠 其實像政協委員的這個曾子丹 他的片很像喬峰傳 竟然還在台灣的院線 在過年的時候 就是上映 我覺得這個是文化部 必須要檢討的事情 例如說在場就有苦煮 閃靈就是因為 去聲援新疆維吾爾族 不能去中國 不能去香港 還賣他們的盜版T恤 結果我們中國是這樣 對待我們愛台灣 愛民主的這樣的人士 結果我們台灣 就敞開大門 反正不管你是誰 都可以讓他來那邊 上映這些電影 所以我覺得我不是 真的所有的中國演藝人員 如果他是一些獨立製作 或者是跟政治關係比較低的 要來台灣我們還是很歡迎 可像曾子丹這種政協委員 批評香港他下一步 很可能就會把中國這種統戰言論 去帶來台灣 委員 因為不是我覺得 就是說他們其實有刻意要找一些 我已經非常有名的樣板 如果今天曾子丹不是演夜問 他不是那個演員 我怎麼可能會去找他來做這樣子 特殊的政協委員 其實我看的是有一點點難過 因為我也還滿喜歡曾子丹的 世代上面當然也不太一樣 我最早看的是男兒當自家 對他在裡面我覺得他演得比李連傑還好 不過我都不講那個部分 但我真的是覺得滿可惜 就是其實他自己本身在好萊塢 也都還有一些機會 對 然後最近也都還有片子要上 我就不要幫忙打片好了 那所以我覺得他並不缺機會 也不缺這些 這些在國際上面 有更多人認可的這些空間 那他為什麼要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我覺得現在 中國當然應該是花很多的力氣 因為他現在滲透的方式 我們也講過很多次 他已經不是用傳統的間諜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文化 娛樂 商業 教育 以及我們很多社區里長 也都被找去旅遊 他現在用的所有的方法就是 我現在這邊弄 只要有影響力的 我用所有的資源想進辦法 你真的願意接受他這樣子的offer 來去幫他講話的 我真的是覺得可以看一下 有蠻多演員或是影劇圈 現在來到台灣定居的 香港的導演也有 演員也有 那這些影視圈的朋友 這些人他們是決定 他們其實是決定 放棄了他很大的中國市場 他來到台灣以後 他繼續參與台灣的市場的經營 這些人跟曾子丹 跟成龍 這個差別在哪邊 我想台灣人民應該非常清楚 這個差別在哪邊 我想台灣人民應該非常清楚 那我也希望香港人民也應該要 非常的這個知道 因為其實前幾天他們這個 有一個導演 他其實也有講說希望香港人民 支持電影產業 因為電影會講出他們真正的心聲 那他雖然沒有講出真正的心聲是什麼 我想我剛剛講的這幾種人 應該就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 真正的香港人的心聲在哪裡 要有他們的自由意識 因為你剛剛講說香港來台的藝人 定居的非常多 比方說杜汶澤他其實也來 那我最近又看到一個 是一個跟曾子丹 完全截然不同的一個角色 是范冰冰 范冰冰最近終於可以出來走跳了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這一次曾子丹 他可以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但是他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范冰冰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因為不管是商人還是各界的名人 在中國裡面被他們所用以後下場 我們不要說都不好 但是你只是 你拿後就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你接著的後續的發展 就被他給限制了 看起來好像是有更多的發展 其實不是 是接著你就完全在他的框架裡面走 當你不想 甚至於你也沒有不想 只是他是不同的派系 在掌握娛樂圈的資源的時候 他讓你沒戲演就讓你沒戲演 讓你的片上不了 這讓你的片上不了 這個對我們雖然講話 我相信曾子丹也聽不到 但是如果聽得到的朋友 有意願走娛樂圈的朋友 應該可以想一下 可以把過去這一段期間 我們不要說去舔共 拿他們資源很多的人 他們接著被掌握 他們未來的路線是不是更多 好 那今天的結語 我們要回到一開始 講的這個有核不投集體郊遊 大家一定都記得 2019年的時候 韓國瑜刮起韓流時 是無含不投集體郊遊 那韓國瑜出現之後 你在跟他談國際關係 他跟你講大海跟漱口碑 講浴缸跟塞子 很快的就被選民看破手腳了 而侯友宜 為什麼黨內對他有這樣的憤怒 是因為很厲害 總是看起來就是自私自利 再加上美中台的論述 無無無無無 靠好好做事情 一朝想要闖天下 能夠撐到選舉投票嗎 我都覺得我前面那一句 是想太多了 因為侯友宜要出現 他要先過朱立倫這一關 那不久前郭台銘想要回黨 年輕氣盛這個說詞 反國的聲浪爆棚 那現在是南投敗選 又變成是反侯的聲浪破表 2024年韓國瑜 會不會是陳咬金 你看國民黨的宮廷劇 總是高潮迭起 好 明天持續鎖定 新條加油 我們再會 太多了 燈 天下 exped